这个视频,我们开始来做系列任务,索拉里斯之身 想要开始任务,我们要先去金星的福尔图纳 第一次来到福尔图纳,会有一段过程动画 大家可以在自己游玩的时候慢慢观看 Aria这里就先跳过了 等会儿结束后,可谓优理口对话 她会告诉我们索拉里斯人的悲惨境遇 她要我们去帮助一位债务缠身,即将被回收四肢又来抵债的索拉里斯人,斯斯比 结束和优理口的对话,跟着黄色的蝴蝶找到斯斯比 她听着一家小的店铺 但是店铺里的商品并不足以让她还清债了 她要我们帮助她去拦截Corpus的空投物资 帮助她的店铺来补出货源 结束同斯斯比的对话以后 乘坐进梯前往奥布山谷 出门后等待一段时间,黄色热物点出现 快速前往黄色热物点 在你进入黄色热物区以后 Corpus会空投三个资源箱 资源箱会发光并冒出浓烟 当你在它附近的时候,还能听到特殊的提醒音 大家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寻找 空投箱一般以三角形的分布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两个空投箱 你可以将这两个空投箱作为顶点 来推算出一般的顶点的位置 找其三个资源箱以后,还没等我们来这只勾气 Yotico告诉我们,我们的通勤已经被Corpus的无人机截取 我们需要在无人机发挥基地前截取它 并将我们的能力抹去 等到黄色热物点出现以后 打开地图,传送到离热物点最近的快速传送点 跟着黄色热物点找到无人机 热物开始前,最好将主武器和副武器 配置成电数进商牌 并更快的将无人机挡到停止运行 福特的一技能对无人机几乎造不成任何伤害 而且无人机飞的比较高 轻战武器的阵地攻击 现在并不能对它到处太多伤害 Area进入任务前忘记配置了主副武器 只能使用制空连机将其慢慢的砍到停机 无人机停停以后 Yotico会尝试录清无人机 并试图阻止无人机将我们的通行记录发给Cobus 在此集结,我们要保护无人机 并击下20名援军 这里使用福特的E技能可以很轻松地击下敌人 敌人会掉落户上的能量球 配合我们安装的湖然光环卡 使用技能的能量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你的能量还是不够用 可以挡碎周围的储存箱 里面也会掉落能量球 现版本的无人机盾和血都比较多 不用担心它会被地人摧毁 接下来玩20名援军以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地图 使用快速传送点 绑回福尔图 切入进气以后 任务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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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